正經的演藝圈就是高以翔過世嘛 那之前有跟高以翔一起合作過對不對 聽到消息是不是也很不捨 跟大家一樣就覺得非常的正經 然後真的很不捨 覺得就是很遺憾 有要撥控去上香或是傳訊息跟對方的家人去 我覺得這個方面就是讓 我覺得家人都一定是最艱苦跟最辛苦的時刻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多留一點空間給家人 然後我們在心裡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要珍惜每一個日常 然後能做什麼 然後想做什麼就珍惜當下 然後把握時間盡量去做 一比之前跟他合作過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印象比較深刻的部分嗎 我覺得他是很有家教 然後個性很好的 然後個性很好的男孩 然後也很敬業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擔任愛心大使的感想嗎 覺得很榮幸 因為瑪利亞基金會其實是在台灣扎根了很多年 將近三十年 然後幫助了非常多 集中多重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一路相伴這樣從小 然後到青少年時期到大 他們對於每一個生命的尊重 其實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敬佩 然後自己這一次有機會到台中的園區 看到了 當一日志工老師 然後陪他們做了很多的活動 我覺得那些老師們也非常的偉大 因為其實他們的語言發展 然後還有很多的肢體障礙 所以讓他們的表達 日常生活的行動都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他們尊重每一個生命 然後讓每一個生命的靈魂 得以用不同的方式發展出來 比方他們會設計一些字卡 讓他們表達他們內在想要表達的 因為可能言語不方便表達 然後或者是看他們的連嘴型喔 他是或是或否 他們可以看他的嘴型是閉嘴 還是張嘴 是笑嗎 還是憋著嘴的 或者是他們的表情 低頭是害羞 抬頭是想要 我覺得那都是需要非常多的時間跟耐心 還有很堅定的愛他們的心 然後可以去察覺到的 然後我覺得這種愛 然後這種對生命的尊重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一次 瑪莉亞要擴建園區 然後讓他們有一個更好的空間 在日常生活中 有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想要呼籲大家 也一起幫忙 但是愛心大使 是不是自己已經先拋轉引玉了 對 因為這一次我們是 這個裝置很棒 很特別 就是到時候我們在園區的中庭 會有我們這一次就是有四種顏色 四種不同材質的小屋 組成的一個裝置藝術會在牆上 所以大家的每一磚每一瓦 每一個小屋 你的愛心到時候都會一起集結 在那邊做一個很美好 很有愛的紀錄 所以擴建園區的同時 然後會有一個裝置藝術 一個雕塑品在那現場 所以看著他們 就是大家以後進園區的第一步 就可以看到當時是有多少有愛心的人一起建立了這個房子 所以說拋磚引玉 然後每一份磚每一個屋都希望可以建立起這個愛的學園 讓大家有一個更好的空間可以使用 那你會覺得現在社福團體的募團有遇到什麼困難 呃 已經起跑了一陣子 但是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希望大家集結 大家的愛心跟每一份力量 對我覺得就是團結力量大 大家一起 Vivy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今年跨年會在哪裡跨 跨年會在哪裡跨 會在 我還沒有想到欸 已經快跨了 喔 能是說表演嗎 我今年 我去年的跨年 其實之前我就已經先 因為現在自己出來工作嘛 我就先跟同事說 就是難得已經 算是出道將近快 18年嘛 快20年 我就想要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跨年 所以其實去年我就已經 預約今年跨年的假期了 所以今年跨年就跟大家一樣 就是可以看煙火啊 或者是看電視轉播啊 所以是待在台灣嗎 待在家裡 她跟姊妹一起度過嗎 呃 她跟Ella一起去冰島度假 都真的慢一點喔 就Ella的冰島嗎 因為其實我現在也 在蠻專心的 在籌備自己的新專輯 所以如果跟著Ella去冰島 其實我也很想要啦 就可能她那個時間 要稍微長一點 對啊 剛才放的那個小房子 人家在放磚頭 我就想到和樂的那個 加盟記者會 大家都在吹專輯什麼時候啊 還有巡演的部分 我們很努力 對 你預計一個時間嗎 預計把它做好 現在完成進度大概是怎麼樣 嗯 呃 如果是製作物的話 應該已經 就是都還算很 還蠻滿意的了 嗯 然後後面還有其他的部分嘛 那聖誕節打算怎麼樣過嗎 聖誕節 還沒有想到欸 嗯 尾牙的部分呢 現在有幾段時間 反正都年底了嗎 尾牙嗎 你說我接尾牙嗎 對啊 好像隱隱約約有吧 我不太知道欸 還是想要一直放放 放到那個年紀大集 直接度假這樣 不要把我心聲說出來 哈哈哈哈 所以同事或是粉絲應該也會 一直覺得 欸你怎麼好像一直在 休息上 沒有啦 其實沒有出現在螢光幕前 不代表 就是我是在休息 其實 都在籌備專輯啊 錄音啊 做一些前置的準備 嗯 那現在自己當老闆啊 今年紅包會不會給員工 之類的 嗯 多包一點 我 不會就是不會虧待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都很開心啦 對 怎麼樣子開心吧 就是 就是 就是開心啊 你開心我開心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一題欸 這 這要怎麼回答 一般來說 就是會給大家包這樣 喔真的嗎 你希望你老闆這樣說 或說他們注意旅遊之類的啊 一起 員工旅遊 嗯 他們可能不想跟我旅遊吧 因為每天都已經跟我相處在一起了 好 今年的那個跨年很多台灣的明星 像蔡依林 五月天蕭敬騰 都會帶來台灣 那你說 你想要一個人在 就是跟朋友在家裡的話 有沒有哪一位藝人 是你比較特別想要看的 啊我都想欸 他們都是 哇 這都很厲害欸 對啊 還是會被邀請當嘉賓了啊 既然是嘉賓 方便說嗎 那既然不是 那又要怎麼說呢 希望大家一起幫助那個 瑪利亞學員的擴建 然後一起發揮愛心 在年底就是 對 也當作是給所有需要幫助的朋友 一份愛的紅包 好不好 美好的尾牙 謝謝 謝謝 當然真的很高興喔 待會兒再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這一支相關活動的內容 不過 剛才我有提到了 整個經費的需要 以及相關目前 最後一里路的缺口 還有三千五百多萬 所以這個部分 以及包括整個建造 目前的現況 我要邀請到我們美林哲營長 來為我們大家說明 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陳哲營長 各位記者朋友 非常感謝你們在幫幫我們 極重度多長照耐的服務 是非常複雜的 你看那個孩子 有時候 吞咽一口糖 可能我們就要生起人了 他的 帶花 骨質很疏鬆的 抱著不小心 可能就斷了 腳就斷了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大敢做這個服務 可是他們在哪裡 他們就在家 瑪利亞有這個服務 你看我們今天的文爸 文媽 我來告訴你們 他們怎麼要來瑪利亞 他們是住在苗栗的山區 所以媽媽早上開著車 送孩子從苗栗來到我們台中的瑪利亞學院 之後她開著車到台中火車站停下來 自己坐火車回到苗栗 晚上爸爸下班了 換爸爸坐火車來到台中火車站 之後開著他們的車到我們瑪利亞學院 把文文接回苗栗 他們每天就是這樣子 花四小時 我們車尾接半通勤 非常的感動 文文的故事真的激勵了瑪利亞 歸努力不可 那因為我們的場地很小 那還有很多的未聽歷史 所以我們這幾年就開始覺得 我們應該為這個事情而努力 非常感謝我們的雕授家賴老師 不離不棄的協助我們 那我們的大爺人 一樣的 美麗又 有愛心 去我們的那個旗幟學院 真的每個孩子都好喜歡他 實在非常感謝各位來幫忙 我們最後一領地 我們兩億四千萬募了很久 今天有三千五百萬的缺口 請各位幫忙我們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執行長 剛剛執行長說 這個三千五百萬的缺口 我有上過我們瑪利亞基金會的 網站去看 真的有個圓 那還有一個三千五百多萬的缺口 希望大家圓一個我們 廓圓建校的瑪利亞的夢 接下來呢 剛才執行長一次 有介紹到這一次 一直不離不棄 跟著我們一起呢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 我們台灣最慘弱的孩子們 所以要邀請到我們 錄取工作室的創辦員 賴慣仲老師 也來跟我們 介紹整個相關的創作理念 請來好心 好執行長 各位現場的記者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不離不棄太嚴重了 其實我是在四年前 在西瓜參與院的一場活動 那時候跟黃子嬌交哥 合作了一個藝術展覽 那在那個音樂的機會下 我們認識了瑪利亞基金會 那也剛好說 我跟瑪利亞基金會 我們都在台中 又增加了一點地緣關係 那在他們一個親密的關係之下 那我們也認識了這些瑪利亞的孩子們 那我們也這樣子 我自己也是一個兩個孩子的爸爸 那我就想說 那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活動下 我怎麼樣用我的力量 來盡一點點我自己微波的力量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 就跟瑪利亞談到這個 闊源介紹這個計畫 那時候說 大概要有籌備 大概兩到三年的一個時間 那也想說 其實如果兩到三年 大概就花了一千年一個夜晚 那我們就想說 那如果用一千年一夜的這個故事 那我們用在蓋房子的一樣 我們用磚頭的那個 待會後面可以看到 我們用磚頭這樣的一個 小房子的一個想法 那集結社會大眾的力量 集結一磚一瓦的力量 然後一千年一個夜晚的故事 那我們能不能為這些孩子 帶來更多的幫助 那其實我們在這次的小屋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分成四種 那其實四個材質 第一個是用FRP做的 那個FRP其實我們就會 才會做很多種顏色 那這個代表是 代表說其實來自社會大眾 來自四面八方 各種不一樣的力量 那另外一個是木頭 木頭的材質 那其實我們會保留木頭的紋路 那木紋的本質 這一件事情 我們就保留孩子的本質 那第三個 我們會用不鏽鋼的這一種材質 那鏡面不鏽鋼 它會有一種反射的效果 那其實就會想說 其實我們跟這些孩子 我們大家 不管是社會大眾 不管是巴莉亞 或者是我自己 我其實跟這些孩子 而且其實都一樣 你我都一樣 那另外一種是 是銅的材質 那其實馬莉亞 經歷了三十多年的 這樣的 為這些孩子的努力 那我相信 這樣子的四種材質 會之後 會集結社會大眾力量之後 會在我們的 新的大樓裡面做呈現 那這樣的一個方向 就會在 一千里一個房子 會在我們的 新的結構大樓 會做成一個 主牆的公共藝術 對 那也謝謝馬莉亞 然後也謝謝社會大眾 給予這個力量 謝謝 謝謝 賴老師 來為我們說明了 這一次整個的 一個小屋的 創作的理念 跟概念 尤其剛才提到了 其實我們馬莉亞 基金會呢 在中醫師的 一開始到現在 已經三十一年了 那在今年的六月份 我們整個的 過緣性效 正式的動土之後 目前我們還有 三千五百多萬的缺口 真的希望大家 一起來幫助這些 需要幫助的孩子們 同時呢 這一次的募款計畫 除了有剛才賴老師 所提到的 藝術能量的注入之外 同時也邀請到了 長期在關注公益活動 並且幫助弱勢的 這一位我們在 華語歌壇 女神 田富貞TV也一快加入我們 這一次愛心的行列 擔任我們活動的 愛心代言大使 同時呢 我剛剛有聽到 我們工作人員跟我講說 在之前 TV也曾經到台中 化身為一日的志工老師 跟所有在我們的 旗幟學院裡面的孩子們 來互動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就要透過今天的 一段花式的影片 一起來看一下 當天的情況 對 我先幫你調整回到喔 好 把球放進去 欸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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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Hibi 田富貞 是 我們每個人都像一滴水 小小的我們 一滴一滴 匯集在一起 變成了河流 不用急 我們集結而成 凝聚在一起 卻能創造更多如果 想與我共同打造 一千零一間的屋子 接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上網搜尋 瑪莉亞基金會 CommonLife1001 一起為台灣最孱弱的孩子 加添生命的顏色 話播帳號 二零二五 一三二八 就如同 田富貞TV 他所提到了 在影片當中說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像 一滴水 一滴一滴的 匯集集在一塊 我們就能夠創造更多的可能 更多的如果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一起用 最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這一次的 愛心難言大使 Hibi出場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田富貞 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的Hibi跟大家 來見面的同時 要不要聊一聊 我們往前站一點好不好 來跟大家聊一聊 說這一次 你待在我們的 合作影片的 我看到穩文 對 上次我在台中瑪莉亞 去學員探視大家的時候 當一日 志工老師 對 然後那天就有跟我們合照 所以剛剛碰到 你記得我們 有啊 他一看到你就笑了 要給你飯嗎 婉婉老闆娘 對 他最喜歡人家 叫他老闆娘了 現在是下午茶時間 來啊 可以跟你要一杯冰滴咖啡嗎 好啊 不過 因為我記得他很喜歡 人家叫他老闆娘 對 然後他喜歡賣咖啡的感覺 因為爸爸媽媽 我們爸媽媽 是在經營咖啡店的嘛 不過今次 來成為我們的 愛心難言大使 要不要請 Hibi跟大家聊一聊 您的心情怎麼樣 我覺得很榮幸 然後我知道 瑪莉亞基金會成立了非常的久 然後一直不以餘力的 幫助很多 集中多重障礙的所有的朋友 然後從 嬰兒 然後在很 學禮 然後到 其實到成人的時候 都一路陪伴著大家 然後我覺得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然後也非常 在社會上非常需要的一個基金會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 自己親自到學區參訪 然後感受到 其實現場 硬體啊 設備 空間各方面的不足夠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然後呼籲大家一起幫助 瑪莉亞基金會 然後可以建議一個更好的 更適合大家 可以有一個更好發展的一個空間 是 所以呢 因為空間的不足 我們更需要 過遠見效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加入我們這個活動 而且呢 在影片當中 除了看到 Divi跟我們學員的互動之外 聽說大家都好期待你到 那個現場 跟他們一起互動 而且好像聽說我送了一幅畫作對不對 有 我有收到一幅畫作 因為其實到那邊的時候 我知道 真的是 就是比較嚴重的學員們 然後他們其實在 言語的表達上 或是肢體動作 其實都很困 所以 能畫出那樣子的畫作 然後透過畫作 表達他們的心意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是 所以呢 透過這次擔任我們的愛心代言大使 也希望能夠耗衷更多的好朋友們 一塊加入我們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也容我用一點點的時間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次Divi呢 除了擔任我們的愛心代言大使之外 而且也率先的用行動力 認真了時間的時光碎鍊的童小屋 總共有120萬 我們先給Divi展示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Divi 為了我們小孩子 帶來無比的希望 那所以呢 有沒有看到 剛剛跟你一塊在影片上出現的 文文跟文媽 今天有帶來的花束 要送給Divi姐姐的是不是 好 來來來來 姐姐來 我們今天喔 這邊就是由學員們製作的 這一個感謝的花束 要來謝謝Divi姐姐 來 對 大家都說就是拋磚領域嘛 但是這次很特別 因為我們是用房子組成的 所以增添大家的 謝謝 來我先幫妳拿麥克風 因為妳要接受這個 文媽 代表了現花 謝謝 來我們一起來招一下 Divi5 好來我們先拍照一下 先讓我跟妳拍照一下 這個花束呢 是我們 這筆製作要送給Divi姐姐的 非常感謝 今天是率先的來 認真了時間的童小屋 來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鏡頭喔 好 那同時呢 也希望拋磚領域 率先的由我們的Divi 共同的一塊的 希望大家 來成為 我們這些最殘酷的孩子們的 最重要的力量 好 看一下我們的右邊鏡頭 好 看看右邊這邊 來不好意思 來看一下中間 好來我們看一下左邊的美女朋友 文爸在左邊這邊 笑得最開心的就是文爸 好 今天這裡從苗栗上來 好 再看一下我們充電鏡頭一下 笑得好開心喔 我們要給文文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哇 很棒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先起來就好了 我們先和我們媽 不要再都給妳好了 要不要對Divi姐姐說一下感謝的話 好 大家好 今天很感謝Divi 就是外的支持 就是 不好意思 她有點激動 對她很激動 我們今天先閉起來她更激動 好 謝謝D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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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階段 peer 除了由KV還有文文 跟文文 wiz 金黃 另外我也要邀請到我們陳警長 另外要邀請到我們的賴老師 一起到前面這邊來 好 那我們馬上要進行我們ColorLive 1001 在我們這個活動的起跑儀式 另外要邀請工作人員把這個小屋 也讓我們的現場的貴賓 還有我們的愛心帶領大使 先拿在手上 待會要由TV手中拿的這個 是這個童小屋 那待會要由TV直接的 要率先的放我們童小屋 在我們的這個起跑儀式式當中 也代表了我們這一次活動 要正式的開跑了 好 那我們請TV呢 就直接把童小屋放在我們的家裡上面 好 先訂給一下 來看一下媒體 好 現在我們拍照一下 這個童小屋呢 代表了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集結大家的愛的力量 共同打造1001間的屋子 也建立了1001夜的故事 讓大家一起為瑪莉亞的最重要的孩子們 來付出心力 來看一下右邊的鏡頭 好 來 再請TV 看一下我們昨天的媒體朋友 好 這個童小屋呢 也由TV的手中精緻的放上 來看一下左邊這邊 謝謝愛心帶領大使TV 好 那另外呢 其他的三個小屋呢 要有請三位一起放上我們的道具區 來 請 那也代表了我們這一次 ColorLive1001的活動 重視起跑 一起加油 謝謝 好 每家媒體朋友拍照一下 在道具都已經擺上完畢之後 四個小屋在我們的整個儀式區 那我們一起比個愛心好了好不好 愛心啊 對 大愛心啊 愛心啊 跟TV姐姐一起來 把我們的愛心呢 一起散播出去 也歡迎透過媒體朋友的報導 那麼這一次呢 透過我們的活動 不管是用各種的方式 包括來看一下中間的鏡頭 好 讓我們中間的媒體朋友 補足一下畫面 來看一下我們的右邊 這一次呢 只要單筆捐款1000元 就可以獲得捐款感謝你 好了 小屋影片做一個 來另外左邊的鏡頭一下 麻煩 看一下我們左邊這邊 好 活動來到4月30號 好 趕快補足我們的血口 中間再看一下 謝謝媒體朋友的拍攝 那麼詳細的活動內容呢 都可以向我們 瑪莉亞基金會的觀望 來進行查詢 謝謝文文 也謝謝我們的愛心 代理大使 鐵布森提品 也感謝我們的貝賓 一起來為我們進行起跑儀式 謝謝 來 我們再給我們掌聲加油一下 一起努力 正式的開跑 還有很多貼心嗎 要跟我們說是不是 好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瑪莉亞基金會擊中 做這樣的科研計畫 謝謝AV 我們也謝謝所有貝賓 那麼請回座 好 也謝謝 謝謝執行長 執行長 用自己奮不顧身的力量 請下我們 愛心 代理大使 好 謝謝AV 那我們先回座一下 我們待會呢 好 我們先 先大概一下 先大概一下是不是 好 來 我們在訪問的部分 待會可以讓我們的AV 先休息一下之後呢 再讓我們AV 來進行做聯訪 好 我們這次呢 我們由愛心代言大使 AV 來到了現場 呼籲大家 我們透過這一次的 Colorline 1001的募款活動 來看一下我們中間的美女朋友 好 我們右邊鏡頭 一直到明年的4月30號 將單筆捐款1000元 就可以獲得了捐款 感謝你 Color小屋的影片座 那麼歡迎大家線上刷卡 或者是透過Line Pay 即時捐 通通都可以 那麼也要感謝呢 我們的AV 次別 好 看一下我們的 左邊的鏡頭 這一次喔 率先的 來認捐了10座的 童小屋 好 再讓中間的美女拍照一下 謝謝 好 文文一直看著我們的愛心 代言大使 AV姐姐 聽說昨天沒有睡覺 太高興了 好 謝謝 謝謝我們所有美女朋友 好 那我們先讓Hibby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呢 我們的美女朋友們 我們也請準備 我們待會進行聯訪的時間 好